過年團圓這一刻得記錄下來 現在智能手機幾乎是人人都有 拍照 錄像 發個什麼視頻 不過總感覺缺少一點儀式感 所以趁著過年 全家到照相館去拍一張全家服 成了一些家庭的新標配 咔嚓咔嚓咔嚓 來上這麼幾張 濃濃的年味 在濟南立夏區的一家家庭影像館 工作人員正在為今天預約拍攝 全家服的顧客化妝 就是我家還有我弟弟家都在濟南 我爸爸媽媽他們是從老家來這邊過年 所以一塊拍 等於是我的娘家 我跟我娘家一塊拍 古女式的老家在何則 因為孩子剛滿一歲 今年她和家人選擇留在濟南過年 當時就想和父母還有弟弟一家一塊拍 因為我弟一家今年多了一個寶寶 去年的時候我弟妹還在懷孕 為了能在假期期間拍上全家服 古女式提前進行了預約 同時一家人在服裝風格的挑選上 也特意下了功夫 我還選的這個風格都是比較傳統的那種 對 照的就是想照那種傳統的 現在不都是國潮嗎 流行中國風也考慮到咱們也是走一遍國潮 因為全家服是一種傳承嘛 大家會比較喜歡那種古風一點的旗袍啊 還有一些改良版的旗袍啊 就是復古一點的會比較受大家喜歡 這是一個美好的瞬間 瞬間就是留著紀念 一個平時的時候看一看 感到回憶一下 感到很美好 希望是每年都要拍嘛 同時你看父母逐漸的年紀也大了嘛 就想記錄這個美好的瞬間吧 一家人在一起團聚的時光 氛圍十足的妝容 喜慶的服飾 燦爛的笑容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搗翅 古女式一家人拍了一套 復古風格的全家服 嘿 真的是喜情啊 今年我的這個朋友圈啊 有好多的家庭啊 都曬了這樣的特別中式的 特別喜慶的全家服 滿滿的儀式感 這個幸福感 一張團聚的新年照片啊 相信會成為家人 最珍貴的回憶